你现在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主持人管宗祥 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 已经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 带大家了解到正义性事件背后 值得关注的议题也绕门 在看这议题的时候 不是看热闹也可以看门道 我们有YouTube频道 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订阅收听收看 也期待您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透过您的捐款 才能够让独立媒体走得更远更好 做更深度的报道以及讨论 也让我们一起听见微小的声音 前一阵子在高雄有一个医院 这个医院在高雄的人 应该也都会听到叫大同医院 大同医院面临到所谓的经营权的转移 某种程度是一个经营权的转移 不过在这个转移的过程当中 原来的经营团队他们的工会 就是高雄医学大学的附属医院的工会 他们其实对这个转移的程序 或者是这个过程 或者是此外结果是有一些不满 所以在9月26号呢 有数百位的这个大同医 这个医护人员的走上街头 那抗议台高雄市政府呢 做这件事情其实是充满了黑箱 以及会有一些不公平的状况 那如果我才看到这个现象 上次我姓名就觉得说 哎那这个经营权的转移 那这不是资方的事情吗 为什么工会要上街头去抗议啊 那这个医院 我后来做了一个初不了解 才知道说原来医院 这种市立医院 它不是有一个市府的团队 好像就一直在经营 它是有这些背后 有不同的这个医院 然后透过所谓的招标 或是透过其他的这种方式呢 来进行这个维持它的营运 我也觉得这件事情 我也蛮好奇的 这到底是一个好的 还是不好的状况啊 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就要邀请到这个高一工会的理事长 柯欣选克理事长 来到节目上跟我们一起聊天 理事长你好 教授你好 理事长那个早上还刚刚才上班 然后我们这些录影的时间 是在礼拜一的早上啊 就是还能让你这么辛苦的状况 底下就就不会 所以你本身也是这个 家户病房的护理师吗 对我是小儿科 家户病房的护理师 啊这个家户病房 我其实都不是很愿意去啊 但是有时候还是得去哦 我看在里面 大家都跑来跑去非常忙碌 所以家户病房的这些护理师 大概都会做哪些工作啊 一般家户病房 不管是小儿科或者是成人科 大部分就是把病人完全就是交在你手上 跟病房不太一样 因为病房的话 他有家属可以照顾 那在家户病房里面的话 他属于比较重症的 那整个病人就是20小时就三班去轮值这样子 那包括翻身抽痰患尿部啦 然后大部分还是会有管路的 比如说他没办法呼吸或喘的不好的都会有那些气管内管 会有呼吸器帮助他呼吸 那甚至有一些会有一些 比如说像用叶克膜的 那个心肺停止的部分都会用到一些比较复杂的仪器 那扶杂度会比病房高 对所以家户病房事实上都是一些重症病患 而且说实在他可能也都面临在生死边缘在抢救 那这样做的工作其实蛮多 然后我想那个压力也很大 你怎么还有这个余裕或是说这样的一个能力 或是有这样意愿去加入工会 工会而且又当理事长应该很不容易 应该这样说啦 其实有时候我们可能在一个很 就是如果你没有遇到问题 我也是大概在五六年前的时候 我们可能都觉得一般的医疗人员 医疗人员的生意其实都很小 大部分就是都会认为就是医疗业服务业 然后呢就是全年20小时无休这样子 那可能院方呢 主管叫你做什么 那我们大概就会做什么 大概你也都知道就是休息时间也都没有那么多 然后其他时间还要再进阶 那当然就是有我自己本身就是有遇到就是 可能我的个性本身比较感言 那感言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问题呢 就会就是会问院方或是干嘛 那可能在院方的心目中 可能就是不是那么好的一个护理师 他可能就觉得 你这个生意如果让你出头的话呢 可能我们很多规矩就会被打坏了 所以呢 在过程当中在几年前的话 就是因为一件事件之后 我个人觉得他是在打压我 然后那时候其实我有加入工会了 然后还有外面的那个陈运峰的那个护理师工会 那那时候被打压的时候呢 当然就是孤立无援 那也刚好就从那一次的转机当中呢 我就去跟那个院方打了不当劳动裁决 然后又胜诉 然后就开启了我的那个公运活动这样子 然后我就因为自己感同身受啦 就是你被打压的过程当中 在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少人可以帮得了我 所以我也就会认为说 当我有办法起来的时候 我一定要再帮助 其他就是医护人员 不敢说话的人 然后我也因为我也是基层人员 所以我知道他们哪些是不好的 哪些是需要改变的 所以我就依然决然就是一头热就栽进去了 工会的活动里面 这其实是非常不简单的 除了刚刚谈到工作会非常忙碌之外 其实你也谈到有很多人在这个体制底下 他其实受到了一些不当的对待 但是他其实也不太敢讲话 或者是他可能害怕 不管他是什么样原因 但是总是要有人 或者是有一些比较集体的力量来把这些声音 说出来 我常常讲说这个声音不一定是对的 不一定是错的 但是说出来之后就表示有问题 有问题我们就可以好好的讨论 那错的话 那我们就不要管他 有问题的话 真的是啊 这个不对的话就是 这个所谓的无底房子可能就不用管他 但是出来之后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无底房子 才是不是有真的要去改进的地方 那我真的觉得很佩服这些参与工会的 这些基层人员 这个不只是要花心力 而且真的是要有很大的勇气 那我想再回过头来讨论一下 这个9月26号 你们有数百名的这些工会的员工 然后去这个高雄市政府去抗议 那你们最主要是抗议这一个市府 他们审议这个大同医院的这个医疗合作案 这个案子的招标过程是黑箱 那所以可以简单的来告诉我们 你们的抗议诉求吗 先单纯简单告诉我们 你们到底为什么要走上街头呢 这件事情其实起因看起来好像就是只有经营权之争 但是在大同医院的员工的内心里面 他们看到的不是这样子 也就是说原本一般我们高雄市的市立医院 大部分都是由市政府来经营 在那时候呢每一间的市立医院给高雄市政府经营 基本上都是岌岌可危的就是没什么病的 然后甚至就是感觉上就是快要倒闭这样子 那当然之前在15年前的时候 大同医院也就是属于其中的一家医院 那那时候当然就是高雄市政府那时候也没什么钱嘛 大家都知道高雄市就是负债 负债蛮多的 所以那时候呢他就会委托给其他的医院 来经营 然后来看看经营的好不好 因为毕竟市政府他们可能经验啊 或是那个能力方面 可能没有像我们一般的医疗专业这么好 所以那时候我们有去招标 然后在15年前招标的时候就刚好就是高一 好就是有招标到这个大同医院这样子 那那时候是委托经营 那这这15年来其实我们表现的非常的优异 那我们在记者会上或者是在那个记者上 那个新闻稿上面我们都有说 这15年来我们每一年哦 每一年不管是评鉴或者是评分 都是假等以上 甚至于几乎都是优等 那也可以说如果在私立医院里面 高雄市的私立医院里面 这样的分数基本上它是表现 算是一家很优异 表现很优异的一家医院 那这15年来你为什么要这么努力的去表现 而且又表现的成绩这么亮眼之外呢 当然你无非的就是希望说 第一个你希望后续 比如说后续在经营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在有得到后续的那个经营权嘛 对不对 那大家这么的努力去做 也就是把心思全心全力的放在这个大同医院里面 甚至于在我们9月26号的那一天记者会上面 你们也有看到很多的员工 他在发生的时候 他也就讲 他其实是把大同医院已经当成是他的家了 因为至少他在这里已经工作了15年 那这15年大同医院 其实我个人觉得他跟一般的医院不太一样的地方 因为我本身是高医的 那我高医的本院跟他大同医院不太一样的地方 我真的觉得大同医院这是一个人情位蛮高的 然后大家真的是把他当家 而不是把他当医院在经营 那所以他们会向心力这么强 然后经营的这么好 甚至于获利又很高 那我觉得这么好的成绩 结果在今年度的时候 竟然因为高雄市政府的一些说 譬如说他对外说 他们的表现不好 还有就是没有达到市政府的要求 然后毅然决然的就把他的第一顺位的订阅权 就给他降到70分以下 那你只要降到低于70分 那你就没有第一顺位了 就其他的医院可以进来竞标 那当然在身为大同医院的员工 一定会非常的错愕 而且在这过程当中 或许以前市立医院 那个市政府他们的医院 可能以前他们是爱给谁经营 就给谁经营 然后以前也没有人去 就是像我们这样子 那大家都觉得说 有没有什么就是我们所谓的公开 公开的那个模式 那发现说 他们好像就是想收回去就收回去了 那这样会导致人家觉得说 那你就没有标准吗 那我们辛苦了15年 我们也努力了15年 甚至我们很多得奖这些 不外乎就是想要继续在经营大同医院吗 那你说收就收 甚至我们在询问他的时候 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所以更导致这些大同医院的员工 非常的愤怒 然后呢 才会有这一场926的记者会 所以简单从你刚刚的一些描述就觉得 你觉得过去你们的这个高医的团队 在经营大同医院的时候 其实是表现不错的 然后也得奖 然后也有一些这个获利收入 那但是为什么会突然间被降到70分以上 因为一般来讲 这种标案都有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优先的成标 或是优先在乘坐的权利 可是到了70分以上 好像这个资格被取消 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对你来讲 他可能是一个非常模糊的 虽然你也提到说跟这些 这个市政府在去做一些相关询问的时候 你觉得他们打得不出 说不出个所以然 不过待会我会再继续 从他们新闻稿的一些问题来跟您请教 因为他们也有提到 你们在经营上面的一些问题 也许待会可以做一些比较多的回应 不过我想要再进一步的 先再厘清一些基本的一种状态 就是现在看起来就是有三个单位 一个是大同医院 应该有四个单位 一个是大同医院 一个是高一 就是现在的经营的团队 那另外就是即将可能会去接的 应该也算是定局的 就是长庚的团队 那还有高雄市政府 那长庚的部分我们就先不谈 可不可以先告诉我 你们这三个单位 就是大同医院高一跟高雄市政府 这三者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就是什么样的法令 在去维系这一种标案 或是这样的一个承办的这种业务呢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高雄市政府跟高一 两个有点就是 譬如说高雄市政府他就是房东 那高一他就是房客 那他去委托 那个高雄市政府委托了高一经营的大同医院 那大同医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家 那这关系当中 当然就是在15年前 当然会定好说 比如说我给你的权利金多少 然后这中间呢要多少钱来做一些公共卫生政策的一些措施嘛 还有就是你要大概每年啊 你要就是要编列多少个预算 要把那些仪器啊什么更新 或者是说做维修的部分 那当然我们都会比照在15年前 我们怎么合约怎么定 我们就怎么去落实它 那老实讲 市政府卫生局一直说 我们都没有达标 但是为什么在记者会 我们要开那场记者会 就是我们要呈现出来就是 市政府卫生局他在说谎 因为我们把他的说 我们没有达标的 包括后续的什么负压隔离病房 或者是说 那个急重症 我们没有儿科的急诊 这些他都说我们都没有 但是事实证明我们都是有的 所以我们才会这么愤怒说他在说谎 我们的这三方其实 大同医院就是像我们的小孩 我们去经营他 那我们去跟市政府承租了大同医院 然后来经营这个大同医院这样子 OK好 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在法律 如果没有记错 应该是跟处餐法是有关的 然后他现在也开始 我们的很多的医疗院所 或是所谓社府单位 他某种程度上面也是一种OT的方式 所以OT方式就交给 这个民间单位去经营 然后他会设定一定的条件 一定的评鉴的这些指标跟程序 好 那这个当然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另外很大的问题 就是邮家不断的把这种公共资源给民间经营 那有好处也有这个缺点 这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跟大家做更详细的讨论 那另外我也很好奇的一个地方 就是这明明是一个资方经营权的转移 那跟工会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就是为什么工会要来去做这一种抗议 因为我们高一工会基本上我们的会员有将近4000人 那在大同医院里面好的会员就有600人 那大同医院的全部的员工大概在大概就是在1086人左右 那我们就将近占了有一半以上的会员 那当然这会员你今天他是我属于我的会员 那我当然就是要照顾他 那他们今天他们有这些声音 他们觉得他们觉得不公平 也觉得不公开 然后甚至说原本好好的一个家就要被拆散了 因为如果你没有拿到这个经营权 那就像我们讲的经营权换给谁 当然给谁经营我们都没有意见 如果只要是公正公平公开 那当然都是OK 但是现在就是卡在说 他的招标过程包括促餐法里面 我们刚才有提到的 原本你的委托经营也是请民间的促餐的机构 来帮我们就是评分啊 或者是说做审核嘛 那这个市政府他也有去做这个招标 或者是拨款的动作 可是不晓得为什么他们也都得标了 那可是不晓得为什么在113年的时候 突然高雄市政府卫生局突然说他要变成合作经营 我们本来是委托经营嘛 那当然就有这个促餐法的民间团体可以来打分数啦 或者是说来考核对不对 那他也都得标 那表示他原本也是可能要循序渐进 就是照这个方式模式下去走嘛 那你钱也都花了 可是为什么到113年你到底市政府 你为什么有什么想法你突然想要改成合作经营的模式 那我们一直问他 他都避而不谈 他就讲说 哇那这个我们不符合期待 那你不可能突然你去标好了之后 然后你突然就说不符合期待 然后变成合作经营的模式嘛 而且在这今年的医院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传得沸沸扬扬的说 某一家医院他可能他已经要来入主了 那时候我们其实不以为意 因为我们觉得一切就是照程序 照法规来走 可是当一旦这一个议约权被拿走的时候 促餐的这个法条 这个民间机构 他也没有办法接入 因为他变成合作经营的时候 他就不用再做了 那时候当然原本好像标金是700多万 那就活生生就降到一半 他们就是拿走一半的意思 那变成高雄市政府 我们一直在问他到底为什么你会改 那你改的原因是什么 他都是遍不谈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这种经营的模式 突然间当他要换约的时候改变了 一个叫做委托经营 就是刚刚谈到按照促餐法 然后让你们去经营15年 那但是突然间他变成是一个合作经营 合作经营就是说就不用促餐法 那他是用什么法规去继续 让这一个长庚医院团队来做经营呢 那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是刚刚你提到说 你们这个前面的表现 市政府觉得表现不好啊 所以不到70分啊 所以就终止合约 然后再很自然的就换了一种经营的模式 我觉得这还是有点奇怪了 就是一个国家的这种政府的这种经营的模式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 那这就是你们比较觉得好奇的地方吗 甚至你们在新闻稿当中 我觉得那个指控也蛮严重的 就是你会提到说 这是为涉嫌特定的目标来两生定做吗 是不是要带头架空医省会 然后去原本医省会限制这种托拉斯 跟商业医疗化的无限扩充者 这个所谓的原本医省会应该有的 这个角色也被架空 我觉得这个指控是蛮严重的 你们有更多的证据可以来说吗 或者说你们就觉得他们说不出个所以来 你就有这样的合理的怀疑跟推测 应该是这样说啦 就是原本我们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如果照他所说我们表现不好 那我先前已经讲过 这15年我们得奖无数 不是只有考核而已 包括他讲的负压隔离病房啦 我们的标准没有达标 然后我们的那个坚数也不够 那可是我们不是只有考核过关 我们甚至他们的譬如说感控啦 或是公共卫生政策 我们都是每年都有得名的 也就是说活生生打了高雄市政府卫生局的脸 因为他都说我们没有达到嘛 那到底他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 那也就是因为这15年我们表现得很好 所以在112年的时候才会有这个 那个促参法这个民间机构来竞标嘛 表示市政府也打算继续维持这样的那个 这个方式 然后再下去委托经营嘛 对不对 可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问他说 那你既然我们表现得很好 我们也都考核过关 那你也在112年的时候 你也让民间机构来这边做竞标的动作 表示你原本也是想要继续 在用委托经营的方式到底是什么起心动念 让他在113年的时候呢 突然想要改成合作经营模式 那你想要改成合作经营模式之后呢 在我们的那个三月的那次第一 一月优先权的时候 我们就被人家拿掉了那个第一优先权之后 他就从三月的三月底的时候 他就改成了那个合作经营模式 前面告诉我们是委托 结果我们的经营权被那个优先权被拿掉之后呢 就后来他就说 我们现在改成合作经营模式 那会让我们会觉得说 你根本就是射箭化吧 你先把我们拿的权力拿走了之后 你再说啊我要改了 那改了当然顺理成章 就有别家的医院会来竞标嘛 对不对 那我们也都在新闻上面啊 或者是员工的口中都有听到 其实在今年一月的时候 医院都会有一些厂商 有一些仪器的厂商也好啦 或者是说会有人呢 来找我们的医生 来问他说 那如果啊日后啊 假设我们长根来竞标的时候 你的薪资打算要打多少 甚至那些厂商 仪器的厂商都说 我们好像听到的是 你们好像这次不会再拿到 那个经营权了 好像是改长根 直接告诉我们就是长根 那这个我们就很压抑的 你为什么不讲义大 你为什么不讲龙总 你为什么不讲其他 就讲长根 那结果到现在最后 我们现在落实了 到目前为止 就是只有长根来标 那这凸显了 那我们觉得说 那你根本就是 好像我们就是照着市政府的规划 一步一步往前走 他先拿掉我们的优先权 然后呢 再照他的模式下去走 然后让其他议员来竞标之后 然后我们在合理的再跟他竞标 那竞标过程当中又不公开 也不透明 然后包括长根他所提的任何的说 优于高一的这个部分的这些条件 通通都赢高一一点点 那这个怎么可能 我们都知道 你要去竞标的时候 不管你的标金也好 或是什么也好 不可能只差那个一点点吧 你的权利金有可能一个要2.7 一个2.8吗 不太可能的事情吗 然后什么东西都是多一点点 所以当然不免的让人家觉得说 我们就会怀疑你卫生局不公正 而且你已经早就为长根做好了规划 要让他们来进驻 然后拿到这个经营院 你的意思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有听到一些而已 有些而已 一个一个经验出来 然后在过程的转换 不管是从刚刚谈到的这种委托 到最后这种合作 其实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然后你们被没有拿到这个案子 其实他们认为你的表现很差 但是你们觉得表现很好 所以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个落差在里头 我们先休息一下 其实包括市政府也有一些回应的这个新闻稿 待会用他们新闻稿来一起叫我们的理事长 那我们知道长根医院他们在接手之后 也开了一些跟员工有关的说明会 他也提出了一些对员工的一些保障的做法 那这个是你们可以接受的吗 或者是你们怎么去看待这样一个保障的做法 那我其实更好奇的是说 那这样的一种经营权的转移 到底对我们这一些病患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就是我知道有些社福机构 一旦经营权的这种转移 或是不稳定 事实上那个长期的照顾的关系 会受到很大的破坏 如果他没有在让这些员工持续的 在这个机构持续的去运 这个所谓的工作的话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再回过头来请教理事长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管宗祥 三连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 已经记录照库 独立制作 我们通过人物的专访 带大家了解到一些争议性事件 背后 值得我们关注的议题 让我们看这些事件的时候 不是只有看热闹 还能够看他背后的门道 我们有YouTube频道 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订阅收听 也期待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透过您的捐款 才能够让独立媒体走得更远更好 做更深度的报道以及讨论 也让我们能够一起听见微小的声音 现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讨论的是 在今年的9月份的时候 9月底的9月26号 有数百名的医护人员 到高雄市政府去抗议 觉得他们对于大同医院 高雄市地大同医院的经营权的转移 里面有很多的黑箱 或是一些不公平的现象 也损害了员工的权益 甚至包括这些患者的医疗的权益 今天在节目当中 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 当时参与抗争的高一工会的理事长 柯欣萱 柯理事长 理事长好 教授好 非常谢谢理事长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也告诉我们这件事情 大致上的一些背景跟缘起 你刚刚有提到说 在过去这一年当中就有很多的俄语说 你们的这个大同医院的经营权 要转给这个长根医院 然后结果好像一个 这个俄语都变成是一个真实的状况 另外一个就是你会觉得 他们在评审的过程当中 相对之下不是那么的明确清楚 甚至你也提到说 你们去问他们的高雄市政府一些问题 他们好像也回答不出来 不过他们还是有一些新闻稿来回应 其实在这之前我一个好奇 就是一般来讲这种比较长期的这种经营权 或是这种所谓的执照的 这种合可的时间 他通常都会经过可能三年一次评鉴 或是五年一次评鉴 那这个透过评鉴的时候 可以让大家做某种的改正 或者说某种的限期改正 然后作为之后 是不是能够再持续营运 取得这些执照经营的一个 参考的依据跟标准 我不知道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15年来 有做过这种所谓的其中的评鉴吗 那这种其中的评鉴 你们后来你们的成绩都是怎么样 应该这样说 这一次之所以员工会非常的愤怒 就是说这15年来 其实每一年 我们刚才说的考核 就是对医院的评鉴 这也就是卫生局 我们的考核都是由卫生局来打分数的 那他们的成绩这么的优异 都80分以上 几乎都是优等 那这个都是卫生局所认可的 那在这15年来 每一年都这么的优异 结果他在给那个 就是他们聘请的那些委员 来审核的时候 竟然会低于70分 所以这样大同的员工会认为说 怎么我们15年来都打的分数这么高 为什么让这些9位的委员进来评的时候 然后呢 竟然打低于70分 理由何在为何 到现在都没有很明确的去跟我们说明 然后就直接活生生就把这个优先权就摘掉了 所以大家觉得一头雾水啊 那我们这15年到底是谁在评 是卫生局在评啊 你是乱评呢 还是委员乱评呢 这个都是大家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啊 所以我们是每年都有评 不是说时间到了 或是说三年评一次 再加上医疗院所 他我们譬如说 我们像我们高医师医学中心 或者是区医院地区医院 都会有每三年会做一个那个评件 医院都要做评件 我们都是过关的 我们都是过关的 所以我们搞不清楚 为什么在三月的那一次的九位评委里面 会说一次大部分人觉得 我们不适合在就是在经营下去 必须就是要换掉 我们也搞不清楚 然后要求卫生局来说 说明摆讲清楚 他也说不出来 他就直接说 现在还没有确定 不能说 不能说我们也不晓得 然后就到了八月 然后经营权就被拿走 其实高雄市政府的卫生局 事实上有发一些新闻稿 这新闻稿里面 其实还是有提到一些明确的数字 他提到说 本案大多数的评委认为高一 对大同医院未来经营愿景 还有资源是明显不如长根的 然后他们在新闻当中 新闻稿里面也强调说 以民国111年为例 大同医院的这个医疗盈益 这个医疗的盈益率 竟然高达13.87 比高一还要高 那比卵中和高一是8.13 那这个卵中和医院是5.88 那他的要说这个比财团医院更赚钱 那大同医院是高雄市的医疗盈盈率 这个最高最赚钱的医院 然后盈予高达到5.8亿 但是在高一经营期间 对于民众的急需重症 包括这种比较急重症的 这种所谓的最赔钱的这个急诊科 却明显投入资源不足 所以他会觉得说 高雄市政府他在所谓的是市民的利益 而不是财团的利益 那高雄市政府也不会这种 在这种压力之下去牺牲市民的权益 因为市立医院是市民的资产 不是财团医院 所以他大概有几个重点 一个就是你们在提到未来愿景的时候 没有比长更好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们赚钱赚的比较多 然后比这个一般的商业的民营医院还要更高 那第三个呢 你们赚钱 但是那种最赔钱的这种急诊科 那他是没有去做这个明显的资源投入不足 所以才会导致他的结论是说 我要坚守市民的权益 我要给的是能够服务市民利益的这个意愿 而不是给你们这样的一个所谓的 他认为的财团医院 你怎么去看他的这样的一种回应跟意见呢 我们第一个我们首先要看的是他有两次的平和 那我们比较在意的是一开始三月的时候 三月就是把我们的第一订阅优先权拿掉嘛 对不对 那时候根本就没有长更 请问一下他刚才讲的说 长更的那些愿景或什么是优于我们 那时候有长更吗 低于70分的时候根本就没有长更嘛 他可能只看到我们的成绩吧 应该先把我们成绩就像讲的 这九位委员他觉得不符合期待 那时候有长更有开条件吗 那时候长更连资格都还没有进来 他凭什么有可以看到他的愿景跟承诺呢 那这就是我们很质疑的部分嘛 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 他说我们赚钱赚的比 譬如说高一多 比其他的一还多 可是你知道我们一家高一 他是一家大医院 他是一家医学中心 他的营运 他不只是营运而已 他包括学校的学生 都是要说难听一点 就是要靠我们养你知道吗 那人事成本当然就是大嘛 那你人事成本支出多的时候 你的营运夹夹减减扣起来 当然就不会那么多 可是大同医院 他算是一家中小型的医院 那你中小型的医院 透过了大同医院的员工 这么努力心情的去工作 然后服务 他们赚的都是因为受到病人的肯定 所以他们的病患人数很多 在这15年来 他们服务了810万人次 这是表示你是受到肯定的 所以市民才愿意来这家医院看病嘛 那你来这家医院看病 他们的获利 这些获就是这些营收 那他里面的员工不多 所以当然比例起来 当然就是看起来 你就会觉得比较亮眼嘛 对不对 那高医的人多 他的成本支出多 那你大同的人少 可是他的成本支出一定是少 可是他做出来的服务品质 是比较高的 比较好的 所以他的营运高的时候 这是很正常的啊 再来市政府卫生局一直在讲 我们的市立医院 不是以营利为目的 那如果你不是以营利为目的 那我请问你 你当时你们每一家市立医院 经营到都快要倒闭的时候 为什么你要委外经营呢 你经营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我们今天只是为了赚钱 我们其他工作 其他事情 包括一些公共建设 或者是公共卫生的福利啊 或者是服务 我们都没有做 那我们当然就是闭嘴 对不对 可是没有啊 现在你任何的新闻 包括我们在926的那个记者的那个影音档 我们的电视墙上面 我们播放了多少 我们深入那马下 还有一些长照 因为在前进区大同医院那附近 都是老人口比较多的地方 那个不管是长照部分 你深入到家庭里面去 比如说可能照顾啦 长照这些部分 他们都做得非常的好啊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民间机构 他们也是有付 就是委托在那个大同医院的旁边 那些什么读营的患者啊什么 这些都原本在他的合约里面都没有的 这都是额外付出高医体系额外多做出来 回馈给民间的 然后包括每年拿出来的都不只是4000万 可是卫生局他一句话都没有说 他只有讲公共卫生不符合那个市政府的期待 那不符合这个市政府的期待 为什么每年我们都是第二名第三名 那你的评分标准到底是什么 那如果今天你每一家市立医院 都打算不要赚钱 那都要赔钱 不要说什么啦 哪一家医院要来竞标 嗯 那你用急重症的这部分的投资的 急重症的部分 这个也是我们 我们会想要缩嘴的地方 就是说你当时15年前 你跟我们签订的合约 我们一定要是以15年前的合约为主嘛 你跟我签订里面 要落实哪些东西 譬如说那时候要求我们 是成立中度的责任医院 那我们做到了啊 那他说我们没有20小时的儿科急诊 我们都已经在那个电视墙上面也讲 99年到103年的时候 那个脸书 有一些医生现在都已经当主治医师 当副院长院长级了 在以前的脸书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那时候我们都要譬如说 从高一体系会派人来这边执急诊 然后呢 轮值轮三班轮什么的 急诊有开啊 在他们的脸书上面明明确确都有写啊 甚至于说为什么大同这么赚钱 因为以前我们派的人都是从高一体系派过来的 所以一些成本啊支出都由高一体系去自行吸收 所以大同的成绩才会这么亮眼 他的营收才会这么多啊 我们没有在对外去聘估一些医生说 哦你来我们这边工作 然后我给你多少钱 通通都是由高一体系的医生 然后呢就是资源的用资源的部分 所以我们的成本会付出比较少 那当然营收的部分就会多 所以今天你的合约里面 你跟我们签订的是中度病 中度责任医院 那我们达标了 那你的负压隔离病房 你要求比如说 当时可能要两间 那我们也达标了 那在三四年前 因为确诊COVID-19的时代 那全国都是要大量的增设一些 负压隔离病房 那也负压隔离病房 不是你说盖就盖吗 那好今天他说要盖 我们也盖了 今天我们到今年的113年 12月底 其实合约才正式结束 我们在前年的时候 通工都已经落实完成了 请问一下 在合约的期限内 你这个是加码呢 你要求我们多做的事情 而不是我们合约里面 没有做到的事情 你怎么现在对外说 我们没有做到 这也就是大同员工 非常生气的地方说 我们明明就做到 明明也都有 你只是因为这场疫情 你要加码 那加码要有时间 那在这时间内 我们最晚在去年的时候 通工都帮你达标了 结果你现在对外说嘴都说 我们都没有达标 所以不符合市民的期待 这你觉得大同员工不生气吗 一定很生气啊 因为我们没有对外的窗口 可以告诉人家这些事实 所以那也就是为什么 926会长期者会 的确有很多的资讯 我们可能要进一步的理清 当然我们没有直接去访问市政府 我们也要把市政府的一些回应来 跟你们做一些对话 就是也把他们的意见给 呈现出来 当然如果市政府的朋友听到我们今天的节目 也很欢迎你们把一些资料提供给我们 可以有更多的这种公共的讨论 甚至如果两方要好好的面对面来谈 我们其实很乐意来做这样一个平台 其实我再额外加一个 因为现在还没有确定经营权是大同 但是当然我们都知道百分之九十九 几乎就是他了 那在这过程当中 对就是长庚 那因为在这过程当中 卫生局一直要求 院方高层不可以对外发表任何言论 但是对啊 那你想你今天被抹黑了 或者是说你今天卫生局讲什么话 他又不能反击 那你反击的话 他就跟你说你就不能讲 因为还没有确定 那通通都是卫生局在讲 我曾经有也有问过说 我们毕竟没有参与那个竞标的过程 我曾经问过院方高层说 那如果有一天啊 因为各说各话嘛 那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要求 譬如说就像教授你讲的 我们来三方对话 卫生局大同医院工会 我们坐下通常通就是把它开成布公 甚至把录音档 因为你的议约啊 竞标过程当中一定都有录音档 对不对 录音档绝对没办法作假吧 对不对 好 但是文件可以作假嘛 那录音档公开 一旦公开我们就可以知道 谁说谎嘛 我可以老实讲啊 院方高层说可以啊 只是 卫生局要不要接招啊 愿不愿意公开啊 那如果今天院方高层都愿意 要公开录音档 你觉得哪一个的可信度会比较高 而且我们很多的记者 我也要求他们说 你们今天你们看到卫生局 都在发新闻稿 也都每次在播放的影音 都是自己都录制好的 他们为什么不要开放 让你们询问呢 如果这么的坦荡荡 那他就开放一个记者会 或是一个让你们询问嘛 对不对 油问必答嘛 而不是事先录好的新闻稿 而且每一次都是重复在说那些事情 然后我们讲我们的 他讲他的 那永远也讲不完 这的确这个对话是很重要的 当然如果卫生局也愿意找我们来对话 其实也蛮乐意来跟大家聊一聊 或是做一个搭建一个平台 那我其实一个蛮重要 虽然你刚刚谈到说 好像没有最后的定案 但是其实 大概八九不离十 因为包括长根医院 他们其实也在今年的9月28号 就是你们抗议没多久 他们其实也办了两场的留任说明会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 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在原来的 议约的内容里面 但是至少 他会提出一些 那我接下来要做什么 这也是也许是你们 就算经营权转移 那人员能不能够留下来 或留下来会有什么样保障 我觉得也是要特别关注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大概把他们的新闻稿内容 稍微的讲一下 我会花一点时间 就是说 他们办了这个两场的留任说明会 那有三大承诺 这三大承诺就是 员工的工资 年资 福利等等的相关办法 那长根医院 他也提到说 这项各项的承诺也纳入到草约 那未来会在公部门及各界的监督之下来 确实履行 好那这三大承诺呢 其实包括下面这几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 为了要留任员工 所以对于2024年8月31号 倒职且留任的一般 且留任的一般正式员工 保证这个工资依照原来的 现行的薪资办法 计算之外呢 每个人每个月还会在核发薪资5000元 那相当就是一年会有60万元 并且会纳入到 退休金的计算基数来计算 这个蛮重要的 因为有时候奖金他没有酸到基这修金他就影响你的劳退嘛 那这个当然这个整个因为他还要做相对的提报 所以对这个 这个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在年资的方面呢 长庚医院他会承诺留任这个员工 那在高一服务的这个年资呢 确保留任员工的年度特休日数 新制退休年资与专业年资呢 都能够完整延续 就是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这种经营权转移 啊然后这个员工的这个年资都归零 啊他他我觉得这蛮惨的 我们过去看到很多的啊 特别是像这个所谓的医院的这种清洁人员的外包 这个历史实在是太多了 然后在福利部分呢 就是会去沿用 长庚会沿用大同医院现有的福利措施 包括员工子女的教育补助员工的旅游补助 其中这个就医优待的部分呢 员工还有眷属在大同医院就医 仍然是可以维持原来的这个优待补助 另外呢到长庚各医院去就医的时候呢 在合约期间也可以去比照长庚医院的源卷 能够有一些优待的规定 所以他不是只有在高一啊 在这个大同医院就医有这些优惠 在其他地方也会有 那也有员工在这个现场说明会担心说 那十年之后这个合约满之后 那工作权能不能够有持续的保障啊 那长庚医院他表示说合约当中有明定 长庚在十年之后约到期啊 十年约到期后呢 会有负责承担安置员工的医务啊 再加上他们其实接手大同医院 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规划 所以他们还会继续的这个争取序约 当然不能争取序约不知道 因为那个十年以后的事情就是不坦啊 但是至少他有这样一种表达 你这看起来是提出了一些方法 我不知道从员工的角度 就算那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 你们认为是黑箱或者不公平 可是从员工的角度 我新的决定性的转移那如果可以保障 我是不是是不是也是蛮好的啦 或者说这个对你们是不是真的是一种保障呢 其实从今年的就是9月我们8月底之后确定就是我们的第一优先权不见之后呢 除了我们就是要去探讨我们的不公平之外 其实工会也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后续员工的那个员工的权益跟福利 会不会受到就是剥削或者是说 我们也想要帮他争取更好嘛 毕竟最后的决定群是谁 也不是由我们来决定嘛 那后续大家的路还是得走 所以在这过程当中 我们还是有在跟卫生局 还有长庚的那个医疗团队 他们派的代表 我们都有经过协商 那当然刚才教授您所讲的 928开了两场说明会 其实今天我不是说我们今天是高一体系 在帮高一体系人说话 原本呢大家还对着长庚呢 他们的这个就是新闻稿上面所讲的那些 其实还蛮期待的 但是开了两场说明会之后 出来呢其实大家蛮失望的 为什么蛮失望的呢 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就是说就像他第一条讲的 他说他的薪资有没有 他薪资要比照呢 就是维持在113年8月31号 前倒指的有没有 每年每个月每个人每月增加5000块 那就是一年大概有6万块的 的那个福利这样子 那在我们的协商过程当中 我有跟他明确的要求说 好那你要加5000块 那大家都知道 今天陈其迈市长 他认为我们的医护人员薪资是偏低的 所以呢他想要提高薪资的那个幅度 那你既然你加在每个月5000块 我们要求高益工会要求 这5000块必须加在我们的本薪本缝上面 而我不想要用其他的迷目 比如说留任津贴 未留津贴 或是什么津贴 不管他用什么迷目 虽然他是经常性的薪资 可能每个月都有固定给付 但是我觉得既然他们都说 跟退休金都一样 那我要求他把它放在本薪 或者是本缝 那他是拒绝的 他不要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 那你如果觉得两者都一样 为什么我们的要求 你没有办法达标 那不是说纳入退休金计算基数吗 这个跟你讲的不一样吗 对 他说他会用一个迷目 来发放这一个每个月5000块 好的这个部分 他用一个迷目 比如说留任奖金好了 那留任奖金 他就每个月拨5000块 可是我们都知道 留任奖金 他不其实 要不要算年资的一种 就是算经常性 那个薪资或年资的一种 除了经常性 薪资之外 再来你要跟劳务有对加关系 那如果你用成一个留任 那日后如果 他没有算在退休金里面 你是不是还在跟雇主 打这场官司 来确认 他跟劳务有没有对加关系吗 我想任何的员工都不要嘛 那他对外说 其实加在哪里都一样 不会影响到退休金 那你就答应高一工会啊 因为我们大家的起心动念都一样嘛 你就加在本薪跟本缝就好了 你为什么一定要再额外用一个迷目出来 播放这五千块呢 然后再来 我们在大同医院 他们可以选择回到高一体系 或者是长根 就是留在大同的部分 那在高一体系 如果你要回到高一体系 基本上他们现在的留任奖金 都有拿到四到六万 那他们的以前在大同医院呢 他们的绩效奖金 每个月 我们每个月都有一个绩效奖金 那个最差每个月都有一万 一万块左右 那你看一年就有十二万 可是那一场说明会 他们的执行长说 有人就问他了 那执行长我想问一下 那你今天你给了我们每个月五千块 那一年就是六万块 那请问一下 绩效有没有保障 或者是红利 因为我们大同也有红利 一年有一次 那个长根没有 他说不好意思 我们这两项都要靠 都要靠我们当年度的营运来给 也就是说他说他也不会说谎 如果营运少 那个营收少 我们就是拨少 对他也不想要说 把我们骗上 骗上以后 对对对 可是大家想嘛 我刚才讲 光一个绩效奖金 原本在大同医院的 他每个月都有一万 一万块哦 那你一年就有十二万哦 结果你才拨了六万块 一年拨了六万块 员工不会算吗 我活生生 我就不要算红利 我就少有六万块 而且我还看你营收好不好 那你一开始 你定标的 标金也高什么也高 那你想我的营收会好吗 那人员的异动 这些病人的人数流动 会不会有 会不会有落差 也会有啊 那你觉得 大家会去赌这一块吗 不会啊 对啊 而且他还要求 他要在113年8月 他以那一个月的薪资来做结算 可是当时我们在跟卫生局协商的过程当中 卫生局是要求要拿112年全年度的年薪来看 那落差就差很大 对啊 所以他对外都讲得很好听嘛 然后第二个说 那个薪资的结构 优于我们之外 根本就没有优 然后他说福利也OK 我们大同医院的员工 其实在高一体系 不管你在哪一家 你在大同啊 小岗或是骑金都一样 我们只要是属于高一体系的员工 我们到哪一家医院 像我是本职 我本职我挂号费 部分负担 我就没有 我不用付 好啊那我的职券 有其他的额外的 譬如说挂号费不用 但是部分负担要付 那我今天我如果是高一体系 我跑到大同 跑到骑金 跑到小岗 我通通都是比照 我们都只有一个版本 但是那个长庚 他开的是什么 好那他现在因为 他要拿到这个经营权 他跟你说好吧 那你现在大同医院 你们原本都没有付的 好我就维持原来没有付 但是你只要跨出去大同医院 也就是他所说的 你到长庚体系去看病 那你就要比照 我长庚体系的优待标准 那我们都知道 全国的就医优待 子女教育补助 最优的 最好的就是高一 所以这些是长庚 没有办法比 哪怕你有打折都输 可是我只要出了大同 我到长庚 虽然有打折 可是那个打折的幅度 跟比例就差很多 那还是等于没有优啊 那你只会说你优呢 所以这个部分呢 在员工里面也觉得 没有啊 看起来也没有优嘛 而且难道我看病都只能在大同吗 我有可能会到 譬如说我们大同医院 如果今天你的家属冻病干嘛 我们会转转到高一 那我们的就医优待 不会因为你在大同 你的就医优待的福利就属于在高一体系上班的 我们全部都是一模一样 我们全部都是一模一样 可是他现在是只有大同是这样 你出了这个医院的大门 你的那个就医优待子女教育补助 通通都要跟那个长庚的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当然大家就觉得也没有优 还有一个是最重要的刚才教授你讲的年资的部分 年资的部分我们刚才讲 今天大同也是从一个很像废墟的医院 那今天我们要来开疆医图的时候 一定有高一团队进驻嘛 那那时候我也有跟他问他 我也问过他 那如果今天有一个团队 他是年资五年 然后到了大同之后呢 大同医院到现在是15年 那五年加15年 我们有20年的年资 请问一下你全部承认吗 他不承认 他说我只承认特休日 年资的特休日 也就是说五年加15年的特休 可能是20天 那我可以给你20天 但是你的年资 我只承认15年 在大同的15年 那另外那五年 请你回去跟高一大拿 请问一下 那就是这里面会卡到有救治的员工嘛 我们为什么要因为你的经营权之争 我活生生的 我要去跟高一体系去算这五年呢 我为什么不能存续呢 而且在法条里面规定 不管你换哪一个都是可以存续的 而且卫生局也讲 所以市立医院最大的雇主就是卫生局 那既然卫生局是老板 那他也就是 就是房东 那当然今天不管你换高一或换长根 你的年资都 当然都是存续的啊 怎么会叫我们把前面的算完 然后后面的才跟着那个长根走 甚至刚才教授你有讲的 那十年很漫长 如果十年后也有员工在问 那如果十年后呢 那十年后万一你没有标到 那我们怎么办 就跟现在大统一样嘛 他讲说我们很有信心 又在开承诺了 我们很有信心 按照我们的这个方式呢 我们应该会再拿到 我们当时四五年 我们也很有信心啊 而且我们都做这么好 都被拿走了 对不对 那你十五年 你后面的十年 你有什么信心 难道员工还要在 记诺你们的承诺吗 所以自己他在说明会也讲 如果十年后通通 不管有没有得标 通通都回到长根体系 就是你的年资啊 薪资福利什么 通通都要比照长根 就不再是那个原本大统的 这一个 他保障起来的这十年 通通都要打破 通通回到长根体系 那我们都知道长根体系 基本上没有油啊 所以这也是大家所担心的部分 还有一个就是定气的部分 定气在卫生局 他很斩钉截铁的 局长告诉我 卫生局说 卫生局局长说 定气只要在市立医院 一律都得转正 你连续工作六个月以上 都得转正 他要要求长根这么做 但是长根这条 他完全都不要 他就说定气转正是 他要鼓励 但是他会看你现在的工作的能力 或是程度来决定 你到你期约到的时候 我要不要再跟你续 那如果要跟你转正的话呢 当然就要当成新进员工 新进员工之后 你的年资通通要归礼 就是从头再来 那大家都知道 定气的年资是可以存续的 尤其你在同一个医院里面上班 今天就算高一把定气转正 年资在工会里面 都必须要求他都是要存续的 没有再说从新进人员 然后从零开始的 都没有啊 所以他开的四条 完全都没有有 甚至连基本的门槛 都没有达到 这也就是为什么 其实市政府会找高一工会 来协商这个部分 是因为其实在他们以前 他们可能爱给谁 经营就给谁经营 结果没想到 现在发现员工的生意这么大 所以他一定要希望 可以守住员工权益的这个部分 所以他才找我们高一工会来协商 那也没有想到我们高一工会 也算蛮厉害的 对啊 也不是算很啊 虽然我们对法条还蛮了解的 没有被呼嚨到 我们还是坚守 所以也就是他们现在一直把经营权 就是没办法签下的原因 因为我觉得他们现在卡到 就是在这个部分 员工权益的部分 因为这个蛮重要 因为就算是换到另外一个团队经营 如果员工能够有很好的保障 他很多的服务 他恐怕还是可以延续 就是说从一个员工或是这些消费者的角度来讲 可能都还算OK 那当然这个程序是不是合宜 这个程序有没有瑕疵 是另外一个要去关注的一个议题 那对我自己来讲 我都会觉得说 这种国家型的这种公共服务 常常用这种OT或是招标的方式 他当然相对之下可能会比较有效率 然后也可以有某种的竞争得到了好处 可是他就会出现在那种稳定性跟保障性的问题 这个稳定性 这个稳定性和保障性 包括员工或是这些 这些所谓的病人 这病患的部分 那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刚才也花了蛮多时间 在谈从员工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那这样的一个经营权的这种转换 他到底对于消费者而言 或是对于我们的病患而言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像现在高雄市卫生局一直在讲说 不管经营权换谁 换成高一也好 或者是长庚也好 基本上服务品质都不会打折 我个人认为 我们觉得他一定会有打折 而且风险很大 也就是说 其实经营的一个 这一个团队 他经营了15年 那他又把医院经营的有声有色 这经营不是只有营收的部分 包括市民 民众就医的时候 对你的信任跟期待 所以才会创造大同医院 这么好的营收 那在信任上面还有医术医德上面 是受到高雄市民的肯定 所以才会到大同医院来就诊 那既然经营了15年 那这个关系也经营了15年 我觉得就像我们讲的 除非你是年轻人 你可能就是一个肚子痛 然后你找哪个医生 你都觉得无所谓 可是对大同医院的市民 我们都知道周遭他们是比较属于那种 一定都会很亲切的打声招呼 可能连名字都没有讲 就很像你家的阿公阿嬷一样 这个是要长期 今年累月去累积起来的 而不是说你换了一个团队进来之后 突然很陌生 你就可以跟他很亲近 那是不可能的 然后我的病痛什么 在这15年其实都缭络执长 然后甚至搞不好你家有什么什么 大家都知道 那个医病关系是非常的好 那你今天不是大同医院经营不好 而是市政府卫生局 他可能某些因素 我们也不便说他到底是什么因素 因为这是他必须要跟我们交代的部分 因为他们的个人的问题 然后导致员工的权益受损 然后员工的权益也要必须 要去想尽设法 甚至并换的就医权利 你换了之后 我怎么知道下一个医生 他对我的了解程度有多少 然后他到底好不好 可不可以 我是不是还在经一个10年15年 我才有达到这样的效果 然后到底现在的老年化 他可不可以再经过10年15年 还有这个不是只有医生 连护理人员都跟他就很像是亲人一样 那你就换了一批了之后 那你觉得这些病患 他们的就医的权利没有受到损害吗 我觉得有啊 因为原本大同医院里面的医护 他就不是差的 他们表现很优秀 是可圈可点 然后是受到大家认可的 然后都是有成绩的 那怎么会被人家换完之后 你给他换了一批新的团队 这个我想民众也不愿意啊 这在新闻上面也有很多的老人家也都会发出说 为什么要换 为什么要换了这个团队 然后你们换了之后要怎么做 然后大家都知道 打针好 你打针 那你就去打 就像我讲的 我的年值很深 我在交互病房32年 你叫新进人员 新进的护理师来打 有啊 血管你就给他打 那为什么他们打不上 为什么资深的打得上 因为这就是经验的累积 经验的累积 他很快他就可以达到了吗 你来了一批新的 是不是要再重新适应 其实彼此双方都在适应 至少要对员工 对这个所谓的医护 这个所谓的病患要好 医护人员的稳定的保障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基本的 那今天非常谢谢 我们理事长 来跟我们做这么多的分享 让我们看到 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抗争的 这个一个事件 它背后事实上有非常多 跟整个国家的制度 医疗的体系 跟我们的这种医护人员的权益 还有他的专业能不能发挥 还有病患的一些基本的权益 是有非常大的关系 那我们也希望 这个议题呢 当然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并且有一个跟公开讨论的 一个程序 那非常谢谢理事长 来接受我们访问 下次有机会再来给你 请教相关的问题 那我们就在那边结束 谢谢 好谢谢教授 我们下周再会拜拜 拜拜